小乃宝刚穿进湖中就被昏君抄家流放 他反手就用空间将整个京城的物资打包带走 不好了 十一小姐落水了 什么情况 是谁居然敢把老娘这个恒星24世纪的空间系 或吸满集大佬丢进鱼池里的 此时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老娘不过是摔完怪后回家睡了一觉 竟然穿成了昨晚看的古早南平小说里的一个三岁小奶娃 按照小说剧情 狗皇帝现在已经对秦王府布下了天罗地网 明天一早就会颁布圣旨 以妄形巫骨之势 诅咒金上的油头 把秦王府满门发配至北江 最后秦王及其家眷全都洗在了流放路上 而原主这个小炮灰 就在刚才被唐姐推下水淹洗了 哼 你这本勾八叔也敢让老娘来当炮灰 是该交交作者和主角团做人 刚才妹妹明明是从我身边摔下去的 我要是能抓住她就好了 小姐 您就是太心善了 明明是十一小姐要捉弄您 您还处处替她着想 今天正是二房主母张氏举办了赏花宴 妖精中少爷小姐来秦王府做客 刚好碰巧遇见这种事情 六小姐不愧是京城贵女的礼仪典范 都被自家堂妹欺负成这样了 最先想到的竟然还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早听说小郡主顽劣不堪 今日一见 果然传言非虚 人家好歹是皇上清风的郡主 你们这么说人家 不要命了 郡主又如何 还不让人说实话了 毛都没长齐就如此刁蛮 这六小姐和十一小姐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你说什么呢 燃宝是我妹妹 我八部的刚才是我替她摔下去 怎么会责怪她 她这番柔弱姿态当即把周围的几个贵公子 迷得神魂颠倒 最近圆主的祖母生了重病 秦王妃为了全身心的照顾老王妃 不得不把圆主托付给二房祖母张氏照顾 而张氏表面上娇宠圆主 其实就是打着要养坏圆主的心思 这个六堂姐更是想方设法 让圆主在大庭广众下出丑 以衬托自己的董事大方 刚才就是这个堂姐圣宁学 把圆主推下了池子 现在被这主仆俩一唱一和 就成老娘推堂解未遂 自己掉进了池塘 既然继承了圆主的身体 那这些麻烦老娘自然要解决掉 软宝意念一转 火 齐 圣宁学的头发上当即燃起了一副火苗 救命 好烫 你们一群狗奴才 还不快就火 臭娘们 你别往我面前冲啊 谁踩小爷的脚 好烫 我一副上也染上那血火了 大家快点跳下池子里 看你们还敢欺负老娘不 按照原书剧情 圣宁学这个享誉经常的才女 一直很嫉妒圆主 这个刚出生就被皇上赐了 常乐郡主的身份 经常带着小丫鬟各种欺负圆主 表面上确实复慰了圆主好才这么严厉的模样 让年幼的圆主真的信了他的鞋 天天往二房跑 见此时众人忙做一团 根本没空注意自己 软宝当即假装昏倒 用意识进入了随身空间 空间是软软前世打怪爆出的戒指 一旦戴上后就刻印在手指里了 里面的东西会一直保持放进去时候的样子 所以软软前世一个劲的囤物资 上万亩的仓库里囤满了各种日用品 食品 医疗器械 和上万件武器 然而 他现在一个个检查自己的囤货时却发现 除了专门囤食品 日用品和医疗器械的库房 其他的库房竟然根本打不开 哼 狗蛋 怎么回事 我怎么进不去武器库了 软软姐 咱都穿越到了美好的新世界 就不能给我换个美好的名字吗 不行 赶紧说 因为你现在的异能和身体都太弱了 没办法承受大型空间运行产生的负荷 所以只能开放部分权限 作为秦王的掌上明珠 想打圆主主意的人不胜美举 软宝也发现圆主身上已经中了好几种 身体也弱得不成样子 哼 那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 你还我的满级双异能来 软软姐 在末日里 你要杀几百头丧尸才能提升一点异能 现在只需要嘎嘎囤货就能升级 而且以前你只有两个异能 现在你只要囤货到位就能解锁其他技能和宝物 什么金系 木系 水系异能 什么宝剑 灵草 灵兽 只要软软姐一句话 狗蛋一定想办法给您弄到手 虽然现在一招回到了解放前 但我们有美好的未来啊 今晚就去把皇帝老儿搜刮个底朝天 为了稳住南齐的军队势力 狗皇帝是肯定不会刺洗秦王府满门的 但狗皇帝早就想除掉秦王了 就算现在去揭穿二房阴谋 狗皇帝也还会以别的由头判我们流放 到时候老娘路过一个城池就搬空附近的粮仓 升级速度岂不是比坐飞机还快 想想以后能解锁各种异能 穿越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了 虽然园主现在的身体确实太弱了 但老娘空间里有灵犬和各种医药设备 调理一个月就回来了 外面那朵白脸又来找抽了 软紧上给他打成浑身无倾的不摇臂脸 妹啊 你从小就体弱多病 这大冬天的还不慎跌入了池水里 要是真的有什么闪失 我要怎么给大伯和伯母交代啊 阮导方一回神 就看见圣灵雪身上已经上完了药 脆果 快去给小妹叫大夫啊 小姐 医官们都在给几位公子小姐看诊 怕是要等一阵才行 那还不赶紧让人去守仗 只要有医官闲了下来 立刻让他们来给小妹看诊 圣灵雪身上的烧伤 只要用秦王府上的灵药玉姬高卒上医院 就能恢复如初 但他此时却不肯放弃 这个坏软宝名声的机会 于是狠狠地瞪了丫鬟一眼 小 小姐 您又不是不知道 刚才明明是十一小姐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火 故意引到了您头发上的 您一直这样忍气吞声下去 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我们还是把这件事禀名王妃吧 她向来已是同仁 肯定会还您一个公道的 脆果 你说什么呢 小妹年幼顽皮 又不是故意的 你再说这样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他俩在这一唱一和 周围的人像是被提醒了一样 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照我说 就该禀明秦王妃 让他好好管管这臭丫头 才三岁就有这么多整人的花招 等他长大了 这京城岂不是要被他闹翻天 哟 人聚得这么奇 都在干什么呢 圣灵雪当众拉了头大的 大家都是来看他笑话的吗 来者正是软宝的三哥圣一辰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京城一把 仗着轻爹是秦王 在京城横着走都没人管 平时惹过他的人都讨不了好 而圣灵雪 听到圣一辰如此粗鲁的话 简直气得浑身颤抖 却不敢当着众人的面发作 三堂哥 你就爱说笑 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等 辱墨秦王妃的事 辱墨秦王妃 就你也配 圣一辰表面上不学无数 看过全书的软宝 却知道其实都是伪装的 秦王妃除了爹爹这个秦王外 几个兄弟们全都出类拔萃 大哥试闻状元 二哥善经商 五哥更是跟着秦王圣进海屡立战功 为了遮掩锋芒 三哥才当上了游戏人间的京城浪荡子 按照原书描写 圆主落水身亡后 三哥自责是自己没照顾好圆主 悲痛之下 一接断了自己的一只手臂来纪念圆主 不过三哥来得正好 毕竟明天秦王府就要被抄家流放 留给老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得赶快解决完这边的事 三哥快带阮宝酒 他们戏坏银 他们欺负阮宝 看到小妹委屈的模样 圣一辰快心疼死了 我今日倒要看看 是谁借给他们的胆子 敢欺负我秦王府的小郡主 三公子 恕奴婢直言 刚才是十一小姐想把六小姐推下了水池 只可惜自己不小心才空了 这才涮了下去 结果十一小姐生气了 又不知道从哪弄来的火 故意引到了六小姐的头发上 这 这才让许多公子小姐身上也染了火星子 只能跳下水持续灭火了 哼 你是说 我这三岁的妹妹 推老六下水 公子 我们实在是冤枉 小郡主身份尊贵 我们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欺负她呀 圣六 出来接活了 圣一辰 你干什么 你竟然管你的狗叫圣喽 还让她撞我 伯母知道了定不会 去 不好了 六小姐被三公子的狗拱下水了 快下去就人了 三哥 你就是这么欺负自家姐妹的 是啊 就是欺负你 怎么了 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家阮宝推你下水吗 我的狗现在也把你推下水了 怎么 你也要去告我欺负你 且不说我家小妹到底有没有推你 年前公宴 小妹和九公主在御花园玩耍 九公主也是不慎跌落水池 当时就有人说是小妹把她推下去的 但皇上一句也为责骂小妹 反而赞她活泼开朗 赏了她许多经营手势 怎么 你觉得自己比九公主还金贵 小妹能和九公主玩闹 不能和你玩闹 圣明雪被气得浑身颤抖 假装气昏了过去 小姐 不好了 小姐昏倒了 你们几个还不快找个软匠来把小姐抬下去 喂 我正问你话呢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倒是说说 我家小妹是不是无辜的 三哥直接抱着阮宝离开 还望重重的踩了一脚在圣明雪身上 原来你会说话 你们都听见了 我刚才问她小妹是不是无辜的 她心口认同了 既然没事了 我就先走了 好家伙 有你这么问问题的吗 人家哪是痛乎 不是赞同好吧 按原书剧情 国舅爷正是趁着今天的赏花宴 在二房那边商量陷害秦王府大房的事 只要把三哥引过去 透听到他们的密谋 这样大家都能提前做流放的准备了 三哥 软宝的木马掉在梅香院了 你能不能带软宝去拿回来 软宝乖 三哥待会儿帮你去拿 现在就去 悄悄的 六姐姐他们平时不准我玩这些东西 要是被知道了 软宝又会被罚 好好好 哥哥这就带你去拿木马 你想玩什么都行 哥哥明天就去警告圣宁玄 让他再也不敢欺负你 圣义晨却刻意放轻脚步 带着妹妹顺利前进了梅香园 咦 三哥 你觉不觉得这块山石长得很奇怪 软宝故意把圣义晨引到密谋的地方 软宝一掌 就将看似完整一体的假山 竟然突然逃两边裂开 露出了一个硕大的暗示 东西都买好了吗 没被秦王的人发现吧 放心吧 今早正是趁着大房那边守卫换房的空档 派了几个人混进主院 把您给我们的东西都埋到了意想不到的位置 现在就等着前清宫那边派人搜府 大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了 这两个声音是二叔和国舅爷的 二叔思议住秦王府 却因为是妾生的 对我们一直都是面和心不合 难不成 他们在这里密谋什么对大房不利的事 我已禀明圣上 只要明日事成 秦王府背叛满门流放 圣上便会以举报有功的由头 不仅赦免你们二方 还会给你着生一己 我私底下再赏你黄金千两盒宅第一座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你再多派些人去守着主院那边的动静 秦王膝下而郎各个出众 皇上这些年动了好几次 要除掉秦王嫡系的心思 全都被他们夺过了 这次可再不能出差错了 你就放心吧 这个声音是谁 曾从未听过 按照之前的计划 今晚秦王府就会因为身陷五谷之案被流放北疆 身受重伤的秦王和秦家老五会再离京两百多里的刘云郡和刘放队会合 只要他们两个在你们手里做人质 你们还怕留在京城的盛家人不听管束 这还多亏了齐先生给我们出的主意 不然我们也不能这么顺利策反秦王手下大将 重伤了秦王和秦家老五 不过现在南齐境内军队都以秦王马首是瞻 如果秦王现在嘎了 怕是会导致军心缓散 让他过逮到可乘之际 为今之际 只能等秦王府上交虎府后 抓紧时间安抚军心 等到时机成熟 便可制造一场意外 让秦王嫡系全都嘎在流放路上 父亲直逞沙场 甘愿劳了一辈子 还不是为了护有南齐百姓安宁 守护对他有知欲知恩的南齐皇室 这狗皇帝竟是要将秦王府嫡系一网打尽 连老麦的祖母和年幼的小妹都不放过 阮宝乖 最近祖母病情愈发严重 我们准备陪他去御权馆养伤 但哥哥这边还有事情没处理完 我先让尹卫送你过去 我们到时候再比叶会合 你少骗软宝了 明明是我们要被流放 你不想我和你们一起吃苦 准备先让身边的尹卫拼洗 把我送出去 妹妹啊 你刚才根本就不是来那木马的 你是知道他们在密谋 所以才引哥哥过来的 三哥 我昨晚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到我们被抄家流放 全都洗在了流放路上 所以我就想带你来看看 我昨天梦到的地方 没想到是真的 三哥 梦里的阮宝 在今天跌入池塘的时候就没了 然后变成一缕鬼魂 目睹了之后发生的所有事 几十年后 阮宝被一个仙女姐姐收作徒弟 他教了阮宝许多知识和法术 再一睁眼 阮宝就回到了今天 从我醒来到现在 所有事情都一样了 三哥 你快看 这是仙女姐姐教阮宝的 妹啊 你你你真的是神仙的徒弟 当然啦 阮宝骗你干什么 天呐 我妹居然是神仙的徒弟 那我岂不就是神仙徒弟的哥哥 我就知道 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圣家自父亲节 兢兢业业 为国为民 哪怕得不了什么福报 也不该是全家惨嘎的下场 这不 我们家的福报 全意验在阮宝身上了 呃 妹啊 既然你能控制火 刚才圣宝许身上的火 也是你点的 嘿嘿 我家小妹 干得真漂亮 那你能变出 五颜六色的火吗 打个铁花 给哥哥看看 阮宝用小拳拳捶你胸口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看打铁花 我们现在已经没时间了 你赶紧带一对 身手最好的隐卫 去宁兽院 把埋在西厢房墙角的 艳圣之物挖出来 挖出来的东西 不要扔 直接埋到二房后院里 让它从哪里来的 就回到哪里去 可是 妹啊 皇上这次是存心 要除掉秦王府 哪怕我们逃过五谷之案 也会以其他借口 判我们流放啊 我们既然逃不了 流放之苦 能多拉一个仇家下水 不也挺好 办完这件事以后 你赶紧让秦王府的势力 撤离京城 赶往北方 全都去刘云俊会合 既然父亲和五哥 还在他们手里 我们就只能假装被流放 等到了刘云俊 劫回他们 我们再想办法 逃离流放队 感觉自己的脑子 有点跟不上三岁的小妹了 妹啊 你重生和你梦里的事 先不要告诉其他人 哪怕是家人 也先别说 这世上 人心最难测 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千万不要暴露底牌 知道了 阮宝有分寸的 行了 你刚才吩咐哥哥的事 哥哥都记住了 哥哥这就去准备 你先回房间去休息吧 老娘还要去搬空京城呢 要不先假装睡着 然后溜出去 阮宝小手一挥 直接将房间里的东西 全都收进空间 又敲咪咪的跑到小厨房 朝空中撒了把泥药 将正在做饭的几个婆子 离婚了过去 然后把小厨房里的柴油盐酱醋茶 红豆大豆 黄豆绿豆大米小米等粮食 也一并卷进空间 阮宝随即来到厨房外的小院子里 听见一阵唧啪的响声 郡主早就吩咐了要罚这个手脚不干净的小子五十大板 明确现在才执行 待会儿你们自己也去领二十吧 嗯 我什么时候吩咐要打人了 这尼玛是男主啊 按照原书剧情 隔壁北辰国皇帝病危 因皇帝并非太后亲子 太后得了权力后 便开始迫害皇帝的儿子们 而男主顾元成是北辰帝最出众的儿子 在太后开始迫害皇子们时 就从北辰逃到了南齐 于是在南齐建立了 足以和太后抗衡的势力 替那时已经达了的父亲报仇 夺回了北辰的政权后 更是做大做强 直接统一了这片大路 而现在还是小说的前半段剧情 顾元成为了躲太后追杀 扮成秦王府小丝 却被恶毒男配陷害 偷了原主玉琢 原主在圣灵雪的刻意引导下 直接让人打顾元成五十大板 这本小说可是男主爽文啊 这书中凡是得罪过男主的 都没有好果之吃 更别说我现在打他五十板子了 快给我住手 小姐 这些下人简直无法无天 您早上就吩咐要打来服五十大板 他们竟然现在才执行 是否要给他多加三十板 行了 别打了 你们声音太大 草到我睡觉了 郡主恕罪 还请郡主饶了我们这一次 我们这就把那臭小子拖出去打 保证不让您听见 嗯 够了 就是一个玉琢而已 月初时 本郡主出游 来服便为本郡主挡下一枚案件 本郡主原本还在寻思要赏他什么 既然他喜欢哪个玉琢 我就赏给他了吧 是 郡主 你们好好把他抬下去 再让管家给他拿最好的伤药 他过几天还要当职 不要因为他的伤影响到本郡主的安危 是 郡主 你 让管家给来服送一百两银子去 刚才尹未说 戏长武捡到我搭镯子 栽赃他搭 戏我对不起他 我拿钱给他买好漆的 一 一百郎 这可是相当于我几十年的工钱啊 就这么少了 怎么 我说大话你不听 到底我戏郡主 还戏你戏郡主 奴 奴婢必不敢 既然郡主宁醒了 我让人给您传善吧 你这小丫头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哼 不吃 我今天累得很 现在还要睡觉 你让所有人立刻 马上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 免得他们在外面活动 吵到我休息 是 郡主 阮导假装回房 实则是去自己的小金库 按小说剧情 南齐整个国家 也只有秦王圣静海 这么个拿得出手的武将 皇帝为了让他好好打仗 手上有什么好东西 全赏给了秦王府 而这些东西也全都落到了 受尽全家宠爱的元主头上 阮宝直接打开空间 把所有宝物都一并收进空间 甚至连桌椅都不放过 屁都不给狗皇帝留 按照小说描写 这里还有一个密室才对 这里就是秦王夫妇 给元主准备的八十八台家长 光是京城及各个郡县的房产地契 就堆满了整整一箱 各种吓人的卖身器 又堆了整整一箱 还有各种上等的绫罗绸缎等等 哎呀 好乱好乱 不管了 统统带酒 就在阮宝正准备去搬空仇人家里时 忽然听到娘亲的声音 母妃 母妃您怎么了 您醒醒啊 快传辅医 娘亲的母妃 那可不就是祖母嘛 按原书剧情 老秦王妃虽然身染其毒 却生命力顽强得很 是整个秦王嫡系 活到最后的人 怎么会现在就病危了 下官拜见老王妃娘娘 王妃娘娘 行了 赶紧起来看看母妃怎么样了 医官急忙上前给老王妃打卖 一双浓霉 皱得恨不得能夹住两只苍蝇 按理说 老王妃已经服用了一个疗程的药 体内寒毒应该清除干净了才对 怎么现在看来越发严重了 大夫 会不会是误诊了 母亲种的并非寒毒 老夫行医术实在 还没有诊错的时候 王妃您就放心吧 古书上确实有记载 种寒毒者如果再染上风寒 则会病情加重 想必这几日如冬了 老王妃不慎染了风寒 这才病情乐化了 我这就再给她开一副药 服完后一定要到病除 哼 祖母种的哪里是寒毒 分明就是上古十大旗 毒之一的紫叶幽兰 而且这毒还是小说 看到最后的时候 作者才提到一嘴 这学术不经的用医 居然把祖母的病误诊成了寒毒 软宝一个闪身 来到祖母的小厨房 直接从空间药房里 选了好几种 自己前世调配好的特香药 放到了祖母的药罐里 一起煮 软宝眼看着祖母喝完药后 脸色明显好了许多 这才先放下心来 特香药目前也只能 暂时缓解祖母体内的毒素 之后再用空间里的好药 给祖母调理一段时间 想必身体也就能完全恢复了 不过按小说的描写 紫叶幽兰的做法和解药 早已失传 就连皇室都没办法 得到这种珍藏级别的毒药 难道除了皇室还有其他人想害秦王府的 但小说里根本就没有写这个幕后黑手啊 算了算了 我反正是来叫作者做人的 得赶紧去收拾东西先 不能给狗皇帝留下一点东西 咦 这是什么 蘑菇吗 阮宝在记忆里搜索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想了 收了再说 阮宝一个闪身进入粮仓 这里的粮食就像几座大山一样处在他面前 天啊 这里的粮食也太多了吧 那老娘可就不客气了 收收收 阮宝来到了王府一个专门存放碳的小仓库 按照小说描述 南七国马上就要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极寒天气 到时这方圆五百里都不适合人居住 但南七北境却有一个神奇的山谷 不仅没有受到寒流波及 反倒还因为霜冻的缘故 第二年的庄家绿丽饱满 水果蔬菜也各个香甜饱满 十分适合人居住 等到南七这片地界全都被冰霜冻住 这些坏人连家门都出不了的时候 可就更好玩了 老娘就不打扰这些大人们的勾心斗角了 要带着家人和满京城的物资 去传说中的桃花园过小富婆日子咯 收走收走 统统收走 这本小说里的南七国是没有宵禁的 想必今天二房举办的赏花宴 也会像往常一样进行到很晚 现在人多眼杂 还不是时候去搬坑二房 倒不如趁这些朝廷众臣和家眷现在都在二房 老娘直接去把他们的宅邸搬空 等把全京城都搬空 赏花宴差不多也散了 老娘再回来直接搬空二房 狗蛋 给姐把京城的贪官名单打印出来 好了 阮姐 你这是把去全城官员名单都给我打印出来了吧 我要的是贪官名单啊 这里除了贪官名单还有那些手上有命案的 欺男霸女的 善用权力报私仇的 阮姐去把他们全收拾咯 怪不得暗原书描写 南七一个月后就遭遇天罚 灾祸连连不断 最后直接灭国了呢 一个朝廷里有上百条蛛虫 天不罚他都没道理 不过老天爷罚他之前 老娘不介意辛苦点 来一波林元采购 哥 你轻一点 活该 谁让你小子手脚不干净偷了郡主的玉琢 亏得咱郡主善良 只打了你几板就叫停了 知道了 再也不敢了 哥 你轻点 你可闭嘴吧 涂个药还这么多话 两人一边说话 一边听着外面的动静 直到发现周围的人都睡下了 还停止了吵闹 立刻回到正体 父皇身体怎么样了 回主子 圣上服下国师大人开的己副药后已无大碍 只是皇上独入骨髓 他开的药也只能稳住病情 想要完全康复 必须找到那传说中的凤伟灵芝属下愚钝 并未找到线索 传说凤伟灵芝虽然不能直接使用 用天玄东的独门密法加工后 却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就算是身中绝毒 奄奄一息的人 也能靠他在苟延残喘数十年 世人都以为这位药材早已绝技 殊不知 几年前被南齐灭掉的成国国军 一直珍藏着一颗凤伟灵芝 当时的南齐皇帝得知 秦王一举灭掉了数次挑衅南齐的成国后 他也只是随意挥了挥手 让人把成国皇帝司库里十几箱的珍宝 全都赏给了秦王圣敬海 既然不是为了躲那老妖婆 为什么还要故意让人诬陷您 白白挨了十几板子 哼 想必过了今日 不光是老妖婆的人 就连秦王府的人也会对我放下戒心 毕竟传说中的北辰国七皇子 可是个七岁就能舌战群儒的天才少年 又怎么会把他和一个被陷害了还不敢狡辩 硬生生挨了几十板子的纯奔少年联系在一起呢 最近北辰朝堂行事如何 主子 您还真是料事如神 自从太后开始接手朝政后 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打压其他派系的朝廷官员 我们故意把好几个表面上是您的阵营 其实早就投靠其他皇子的官员暴露了出去 没多久这些官员全都落了马 要是太后知道自己忙了半天 其实是在替我们清理奸细 不知那张老脸上是不是又会再多长出几条皱纹 行了 等朝堂上的几股势力都争累了 我们再回去清洗残局 此时院外响起逐渐靠近的脚步声 两人当即调整状态 哎呦 招财哥 你轻点 疼死我了 你好好躺着 咱郡主已经查实了 那个玉琢是常武在花园捡到后放进你房间里陷害你的 还有你小子也忒老实了吧 被冤枉的怎么不说出来 这不白白挨了五十板 不过你小子可真有福气 遇到郡主这么善良的小主子 特意吩咐我给你拿来这么多赏赐呢 你就放心好了 常武那臭小子已经被打六十大板赶出府了 小郡主让你这几天好好养伤 等伤养好了再去轮值 多谢小郡主 多谢张管家 俺能进秦王府 简直就是积了八辈子的福 行了 你先休息吧 我走了 这小郡主人还怪善良的脸 根本就和传说中的跋扈形象不一样 肯定是有人污蔑他 小郡主 善良 不是吗 人家一个郡主挫罚了下人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却送给我们一百两 这还不算善良 秦王府戒严了 哎哟 秦王作为南齐全是滔天的异性王 这大晚上的 他的府地戒严不是很正常吗 听这脚步声 怕是来了上万人马 对方各个脚步沉重 明显是装备齐全的重甲兵 而且今天晚上 秦王府自己的守卫也换成了武功更高强的人 看来今晚要变天了 变天那我得把您的衣服赶紧收进来了 我说的是朝堂要变天了 您说的是南齐朝堂要变天吧 那没事了 不对啊 南齐变天 我们现在就在南齐啊 哎呦 我的小祖宗哀 我们快跑路吧 几日前 国师便传信于我 说南齐皇帝和国舅像是有了要铲除秦王太系的想法 倒是没想到对方速度这么快 速速通知下去 让今晚夜叹秦王书房的案队全都撤回来 让他们时刻关注着朝廷和秦王府的一举一动 只要书房那边生乱 我们立刻前进去偷 我是说 找到传说中的凤伟灵芝 再传一封信回国 让国师务必替我照看好父皇 我定会尽快找到凤伟灵芝 是 主子 一娃一狗正在国舅府愉快地搞零原告 大夫人收藏了满屋子的玉石 搬走 二姨娘娘家是木材商 屋子里的木材全都价值连城 搬走 这九姨娘居然喜欢偷马夫的鞋袜 这个不收 真晦气 阮姐 你的狗蛋宝宝要升级了 阮宝此时也感觉丹田处瞬间涌出一股蓬勃的暖 哇塞 我现在操控的火团比以前大了好几倍 当然啦 随着你等级的提升 不光是你的体能和异能会增长 空间里蕴含的灵气也会越来越浓郁 甚至在空间里练功的效果也是外面的好几倍 等你升到更高级后 空间里的灵犬使就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了 耶 怎么样 你的狗蛋宝宝是不是很厉害 就这 说好的其他异能呢 还有我的武器库怎么还没解锁 哎呀 阮姐 可能因为你等级还不够吧 你好好囤货 多升几级就能解锁了 呵呵 废狗蛋 快退下吧 阮姐 可不可以换个好听的名字再让人加走 你主子 我现在混得这么惨 你好好反省下自己的问题吧 有没有好好敲代码 有没有认真给姐争取福利 啊 行了 下次多给我争取点福利 我就考虑给你换个名字 呜呜 阮姐 你没骗我 当然啦 你和阮姐心连心 阮姐又怎么会骗你 呜呜 为了阮姐的美好生活 狗蛋拼了 你是谁 又怎样 快抓小偷啊 听到动静的侍卫刚赶过来 就被阮宝 抄起九姨娘的臭宝贝 吵起人的头干了一句 耗内心 巨胆搜集错鞋来攻击人 九姨娘看到家徒四壁的屋子 和到处乱飞的鞋袜 脸都吓白了 混账 你们怎么办似的 堂堂国舅府 竟让小贼欺负到了头上 还不赶紧点骑士卫去抓贼 几个护卫 顶着满头的鞋袜撒鸭子 就往外跑 赶紧把你们身上的东西 清理干净再出去 有贼啊 国舅府的四大库房 都被人搬空了 有鬼啊 厨房全空了 三姨娘给国舅爷 多得牛饼也没了 阮宝升级了过后 对空间的掌握更娴熟了 基本上是靠近一个屋子 就能搬空里面的所有东西 阮宝忙活了一个多时辰 终于是搬空了名单上的 所有官员宅邸 于是来到了皇宫附近 这狗皇帝不是成天想着 怎么抄秦王府满门吗 那我也把狗皇帝 和六宫妃嫔给抄了 什么声音 侍卫听到了动静 立马赶了过来 结果被阮宝的特效尼耀 直接晕倒 现在可就轮到老娘 大展身手了 藏书阁 收走 军契库 收走 御膳房 也统统收走 龙椅 收了收了 御书房 收掉收掉 咦 怎么翻遍了整个皇宫 都没看见小皇帝 在小说剧情里 明早国舅爷 寿命抄秦王府的时候 一切顺利 后日上朝时 才把结果禀名皇上 因为今晚没有小皇帝的戏份 确实没有描写他人在哪里 哎 可惜了 本来还准备给这个 亥秦王府满门流放的昏君 一个深刻纪念呢 看来人家无福消瘦了 不过我可不能放过你 阮宝将癫痫粉 脑瘫粉 羊尾粉什么的 全都不要前世的一通乱伞 明天有你这狗皇帝好受的咯 现在的时辰差不多 该去搬空二房了 阮宝当即用最快的速度 来到了二房的仓库 反正二房明早也会跟着我们一起流放 这些好东西 他们以后是用不上了 那老娘也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圣宁雪的嫁妆 收走 二叔去年贪磨的一万多两白银 连带着小三小四送的手帕香囊 小五小六送的定情肚兜 也一起收走 张氏的 嗯 他不是二叔 怎么还抱着张氏 万娘 今晚疯哥哥就把你伺候叔叔夫夫的 讨厌 今晚老爷就在前院 你还敢乱来 他都多少年没来你院子了 难不成今天会转性 别闹了 今天白天圣软软那丫头把我们雪儿的脸烧伤了 下午我去找秦王非要御赐的羽姬膏 那件人居然不给我 方郎 你不是和禁军统领有一man之缘吗 一会儿他们来查抄大方 你就去把那盒羽姬膏拿过来 好家伙 这二房是真的乱啊 张氏不仅给二叔戴绿帽 竟然连圣宁选那个京城才女都不是二叔的 这么大的瓜 一个人吃多 没意思啊 那不得把二叔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叫来分享分享 狗蛋 开导航 蓝宝靠狗蛋导航 找到了在暗室内和几个官员密谋大使的盛德海 圣二爷 您不觉得今天秦王府大房那边太过安静了吗 而且据我观察 刚才大房那边还临时换房了 新来的这批护卫明显武功高强许多 您不觉得太巧合了吗 这就是你不懂了 现在留在大房的人 老的老 弱的弱 这大晚上的还能做出啥动静 现在大房的护卫是圣义陈在管 他做事从博案厂里出牌 想必就是因为看先前那批侍卫不顺眼了 这才换了人 怎么 你不会以为他一个纹裤子弟 能看出国旧爷和齐先生天衣无缝的计划吧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哄堂大笑 结果下一秒 就被阮宝用空间倒出的哨水浇在他的头上 谁竟敢善闯本官密室 因为何在 还不 还不快把人抓住 老爷 书房里的东西全没了 连终意都不见了 完了完了 这把我卖了也不够赔呀 书房那些文书里可写了不少秘密 万一被保宫出去 怕是连带着整个国旧派系的官员都要遭殃 本官的是卫长长风何在 速速调及本官的名位暗卫全力捉拿盗贼 老老爷 长风是位长 今晚能休 混账 那就赶紧让长云待人去抓贼 快来人啊 盗贼王东边去了 众侍卫听令 甲仪队跟着黑影追 甲二队 甲三队左右包抄 务必找到盗贼和府上失踪的钱财 阮宝将他们一路引到张氏暖阁去 方郎 别闹了 雪儿如今都这样了 你还有心思做这种事 你根本就没把雪儿的事放心上 我不是答应你会和郑统领说了吗 趁进军还没来 你陪陪我怎么了 外面怎么那么吵 许诗进军提前来搜查大房了吧 老老老 老爷夫人已经睡下了 他今晚有些不舒服 吩咐了谁 谁都不许来打扰 一 这个浑身烧水的人 怎么看上去有点眼熟 跟着圣德海一路追过来的同僚 看到这一幕 全都一脸幸灾乐祸的吃着瓜 张氏 长松 你们在干什么 老老老爷 冤枉了 是他 是这个不检点的恶婆娘勾引我的 你说什么 长老九 你还有没有良心 当初分明是你闯入我的暖阁 对我好一阵甜言蜜语 够了 你给我闭嘴 来人 把那不检点的狗奴才 脱协曲直接障毙 把这贱人关进词堂 明日我自会写一封 把他送回娘家去 老爷 老爷饶命了 真的是那恶婆娘勾引我的 我是无辜的 属下给您当了这么多年的护卫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您就饶了属下这一次吧 属下保证 再也没有下次了 老爷 妾身知道错了 妾身再也不敢了 老爷 求求您不要修了妾身 以后让妾身做什么都行 然而 不管他怎么求情 圣德海都是无动于衷 张氏只好破罐子破摔 圣德海老娘也是你明媚正娶抬进门的 这二十几年老娘就是跟个木头装子在一起 也能互生感情了 你就只会逢年过节来我房里敷衍了一下 你娶了那么多的小妾去也才生下三个儿女 你到底行不行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你自己不行 还不让我 堵住她的嘴 快堵住她的嘴 就你人疯了 赶紧堵住她的嘴拉下去 诸位看热闹看够了吧 我圣家后院不已有外人踏入 还请诸公一步前院 我们刚才可是为了帮你抓贼 才跟着追进来的 就是 为了帮你抓贼 我把几十号暗卫名位都叫上了 你不感激就算了 还阴阳怪气 今日的事怕是瞒不住了 传陛下口谕 朕闻有人举报秦王涉嫌行巫谷之事 诅咒朕公 子乃大逆不道之罪 赫命进金统领政绩厂带领一万金军前往秦王府邸 搜查一切可能之证据 朕令 此事务必严查 不得有误 亲贼 随着太监嗓音落下 一对对身披铁甲银盔的进军 当即把偌大的秦王虎为了钱 罢了罢了 被偷的那点钱财和搞坏的那点名声又算什么 只要我办好了国舅爷交代的事 照样能升官发财 阮宝清空完王府 刚回到秦王府 便听见了娘亲的呼喊 母妃 您可是又开始头疼了 快快传王府衣 阮宝看到祖母痛苦的挣扎 急忙收迈着小短腿 跑到祖母身边 祖母 祖母抱 阮宝 你三哥不是去找你了吗 怎么你一个人来了 秦王妃还在疑惑之际 就看到阮宝像个小炮弹似的 跳到祖母怀里 阮宝 你祖母现在不太舒服 你别去打扰她 来娘这儿 不骂不骂 阮宝不要良亲 要祖母 老王妃几乎用尽了所有精力和疾病做抗争 但看见阮宝粉嫩嫩的小脸后 只好忍着疼痛 挤出了一点笑容 原来是阮宝啊 几日不见 我们家小阮宝好像又长高了呢 老王妃怕吓到阮宝 强忍着一浪接一浪的头痛 装作个没事人一样 祖母 给你七堂堂 现在人多眼杂 只能用这种办法骗祖母吃药 祖母不吃 阮宝怪 你自己吃吧 祖母 七 给你 七 老王妃正想说什么 便看见有好几个进军的目光 都有意无意的瞟过来 怕引起对方注意 她只好将小孙女手上的糖含进嘴里 然而下一瞬间 老王妃突然感觉 好似全身经络都被人打通了一遍 先前的头痛也在慢慢缓解 中毒这么久以来 尝试过无数名医的治疗方法 都没有小孙女给的这颗药那么快的效果 如今浑身上下 竟是前所未有的轻松舒畅 哎呦 祖母的小乖乖 这 这糖你从哪里弄来的 祖母借系软宝积己做的 软宝还有好多这样的药丸哦 祖母头痛的时候就吃一颗 过不了几个月 您的毒就能被彻底清除了 你 你自己做的药丸 老王妃突然感觉 这个小孙女有些陌生 但也没觉得 一向爱玩的三岁小孙女 真的会做药 这药丸应该是有哪个高人给她的 要是被有心人知道 小孙女有这等好东西 怕是会给她带来危险 软宝 不许乱说 你刚才给祖母的 就是你最爱的山楂糖 不是什么药丸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距离部郎中圣德还举报 他近日七年所见情王弟三子 在王府宁寿院的西乡房埋藏燕圣之物 你们速速去围住宁寿院 二弟 近半年来 你都不曾来看母妃一次 宁寿院和你们二房 相隔几十个院子 你是怎么透过重重院门 看到我家老三 在西乡房下埋了东西 难道做梦看到的 二叔 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孝涕之人啊 又怎会来宁寿院 还恰恰看到我在埋那等东西 满口胡言 我整日忙于朝堂之事 为国为民居功尽瘁 这才没顾上来看母妃 至于老三 他有没有做嫌那等大逆不道之事 也不是你们随意两句话就能蒙混过关的 等一会找到证据 我看你们还怎么狡辩 圣德海直接带着进军统领 匆匆赶往您寿院 郑统领 就是这个地方 我前日晚上本准备来看看母妃情况 谁曾想 却撞见老三再买一个个身穿黄衣服的小木偶 我虽是他的二叔 却也知道 作为南齐子民当中居爱国 这才忍通举报了自家自职 按照计划 只要把证据带回宫中 圣上便能以此为借口 判秦王低信满门流发 而我作为皇上最信任的大臣之一 肯定少不了赏赐 而且秦王府家大业大 一会抄家的时候 再狠狠捞一笔油水 爸 西巷房墙角空无一物 属 属下等并未发现圣郎中说的眼神之物 怎么可能 本官亲眼看见圣义臣把东西埋了下去 岂会有假 你们别只顾着往生了挖 周围附近也找找 回 回统领 回圣郎中 我等并未发现眼神之物 再挖 也许是本官记错了 他埋的不是西墙角 你们在剩下的三个墙角也找找 眼看挖不出证据 圣德海整个人都有些魔者 怎 怎么可能 哎 该不会真被我娘说准了 二叔真的是在梦里看到我埋东西的吧 你你你 禁军统领是在查乌谷一案吗 巧了 草民半月前还真见到了二叔说的那种木偶 不过不在祖母的西乡房 而是在二叔的后花园里 你 你简直就是在污蔑 圣义晨 你小子平时玩闹也就算了 在正统领和本官面前 可由不得你满口胡言 满口胡言 二叔 这话我看你说错人了吧 刚才嚷嚷着我私下埋藏艳圣之物 带着禁军来府上搜查 却屁都没找到的可不是我 哎 安南及律法 随意污蔑他人 可是会被打板子的 二叔 你再抄为官 应该比我清楚吧 看来大房是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 所以才有了应对之策 够了 圣三公子 这里却不是你该胡闹的地方 缩速退下 退下我 还怎么报案 听闻正副统领 正在查办朝中巫谷大案 草民圣义晨 特来举报自家二叔圣德海 私藏艳圣之物 两人怎么都没想到 圣三会留有这么一手 怎么 只有官员的举报 才算举报 我等草民的举报 副统领就视而不见 这么说 年前皇上才提倡的 宽厚爱民政策 都是废话咯 派一队人 速去圣三公子指正的地方搜查 郑 郑统领 您怎么能听这玩 库子弟的盲口胡言 你给我闭嘴 如今现在没有按计划 找到其盲迪系的把柄 全都是盛德海 没办好差事的原因 这可不关我的事 我就说嘛 郑统领刚正播 是绝不可能包庇罪犯的 不知可否让草民一同前往 也好当个证人 三弟 我陪你同去 哥哥 我也要去 带我去 本宝宝最喜欢看 打脸明场面了 这种好事 怎么能错过呢 小妹 不许顽皮 快回母亲那里去 没事 既然小妹想看热闹 哥哥这就带你去 几个进军在二房后花园 刚抛没几下 就挖出了十来个 裹着黄色布料的木偶 这些东西 怎么可能出现在 我的后花园里 圣一尘 这一定是你设的局 你要陷害我 是你偷偷把这些人 我埋进了我们二房后花园 二叔 你还真不怕风大 闪了舌头 你这二房 成天有上百号隐位守着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在密谋什么大事呢 我哪有那种能耐 在这么多隐位的眼皮子下 栽桑你 既然二叔不认罪 不妨让人去查一查 我看这些木头色色温润 纹理清晰 并不是普通柳木 而是颤子景洪镇的景洪木 反正景洪镇也不大 一个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 也瞒不住其他人 只需让人顺着这条线 一路追查下去 想必没多久 我们都能知道 做这些木偶的到底是谁了 这一查下去 怕是会牵连出许多大人物 要是他们出了事 那我可就彻底完了 够了 此事还有蹊跷 在我大方说出来 就是嫌疑 二方说出来 就是蹊跷 这是哪门子道理 或者说 郑统领 就只是单纯想残害 忠臣梁将 对我秦王 一脉妄加罪状 所以 别人指控 我们才会受理 我们指控别人 就是污蔑 你速去回北国就业 就说 就说本将奉命搜查秦王府 并未在老王妃院子里 发现所谓的燕胜之物 而是在秦王府二房 发现了些东西 是 竟有人敢在天子脚下 把本官府地 掏得一干二净 还有没有王法了 老爷 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 也不知是哪来的 手眼通天的贼人 竟避开了府上侍卫的警戒 把妾的私库都搬空了 还有妾的十八台嫁妆 您送给妾的那些金银 手势全没了 那些都是要留给 南姐儿陪嫁的呀 这下全没了 闭嘴 老 老爷不好了 今夜有导贼 闯入符号 身不止归不决定 要到了好几批侍卫 结果消对着 现在还在毁秘之中 不后来老爷 附上个个窟房 全被盗贼搬空了 不只是窟房 哥哥主子的房间 茶室 厨房 厨房 华庭也被搬空了 只要是能拿走的东西 全被盗得拿走了 老爷 还有祠堂下的那个暗室也 也被人打开搬空了 什么 我所有贵重的东西和文件都在暗室里 哪里的防卫堪比皇宫 竟然都能被盗贼清空呢 金吾卫呢 让金吾卫大将军速速带人来我府上 哦 老爷 港菜锦吾卫来报 警称一忧上百甲王笋 及总称伏迪实现 锦吾卫大将军正在挨甲勋插 大卫处处认输下来 你 你说什么 禀大人 正统领已带人前往秦王府收财 燕胜之物 禀 禀未在老王妃院中找到 而是在圣郎中院子里找到了那些东西 圣三公子当东之一皇室 存了残害忠良之息 起身裹挟十层内力 方圆极力地的人都听得真切 已经有上千百姓为在秦王府附近 要求您给个说法 给说法 我还想要个说法呢 全京城上百家府的一夜之间全被清空 这绝非等闲势力能办到 想必此刻我南齐京城的守卫 在对方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传令下去 调计京都大营二十万兵马为驻京城各个城门 等候差遣 着禁君父统领杨妃 带领胜余五万禁君死守皇宫 武必保障皇上和太后的安危 立刻戒严京城各个街道 禁止百姓在外出走动 着禁五位大将军邪同经赵隐 彻查各府地被倒一案 一旦发现可疑人员 立刻逮捕 是 几位被清空家产的官员 此时也来到国舅府讨冤去 哼 我一调拨军队把京城围了起来 一日不抓到贼人 京城一日不竭尽 那贼人就算是有通天的本事 也绝不可能带着这么多东西离开京城 倒贼的事解决了 现在可就轮到秦王府了 还好我和齐先生留了有后手 这是几天前从边境传来的密报 上面记录了几月前天狼谷一役 秦王圣境海坑杀俘虏 总龙军事间因掳虏的详细证据 经本官连同大理寺 先不 御史台三司会审 确认证据确凿 下官本以为我们的计划 今日全都栽在了圣德海纳逞货的手上 没想到相爷竟然还留了一手 现在瞬间就搬回了局势 都说走一步看一步的是庸才 走一步看三步的是天才 走一步看十步的堪称奇才 相爷如此心思缜密 当真无被楷模 至于那圣德海还有点用 到时候随便别找个替罪羊帮他脱罪了吧 不脱 先前进军前去秦王府苏察 圣三故意大声嚷嚷 搞得此事人竟皆知 如果此事我们当真替圣德海开脱了罪行 岂不坐舍了圣三的那些指控 丞相大人 你不觉得秦王府遭南河拳京城被搬空的时间有些太敢巧了吗 要说这两件事之间没有联系 在下是万万不会醒的 我们从来不敢小看秦王府的势力 但这次我们还是低估他们了 一在下之见 道不如顺水推咒 同样叛圣加二防流放北疆 到时候向爷你私下和圣德海见一面 让他在流放路上密切观察大方行踪 并以此将攻不过 如此 既不会在天下人面前落下把柄 又在流放队安插了个任劳任怨的内应 岂不两全岂美 岂先生果然大财 比人自愧不如 而此时本来还在骂圣一尘无乱攀摇长辈的圣德海 听到秦王府大防二防流放的命令 直接压麻呆住了 不可能 那些东西分明就是有人埋在我院子里陷害我的 国舅爷怎么可能给我判罪 我要面见国舅爷 我要面见圣上 圣旨上写得清清楚楚 是丞相达人协同散死会审作出的决定 怎么可能愿望你 给我老试点 你现在是戴罪之甚 没有资格见丞相达人 我要见丞相 我有要事禀报 我知道一个秦王府大防的惊天大秘密 速速让开 我要见丞相 少动拿些玩信息 借这种理由 启动跌进丞相大人的对方 我可见多了 别 别敢了 我 我谁也不见 不见 以为自己还是搞搞在上的郎众大人呢 搞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份 在下嚷嚷 小信爷的辫子 郑继长 在秦王府搜索一圈下来 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找到 墙壁地面干净的苍蝇踩上去 都要打滑 在进军清点完人数后 直接给会晤的成年男性 全都灌下了化工丝 便准备将他们送上了流放之路 而直系亲属们 全都被赶出了王府 下人们则待在院内 等待之后 被官府带走发卖 你怎么还不走